一朵胆法深情魁梧 頭一轉過來 竟然畫了一張小丑臉 他就是縱火犯 害阿公命維 在犯案現場甚至留下一頂 這也成名無法 小丑罵嗎 紅色假髮 畫小丑臉特徵太明顯 聰明反被聰明物 縱火犯警方只花4個小時就破案 縱火犯跟太太拍婚紗照 婆在臉書上曬恩愛 右手手臂跟胸前有刺青 縱火犯26歲 從阿公父親再到他都是獨子 上頭5個姐姐 從小集萬千宵愛余醫生 小時候會跟媽媽去廟裡幫忙煮菜 那個小孩在這裡很高興 在這裡很短暫 你還要不要忙得很短暫 縱火犯小時候在廟裡活潑 乖巧沒想到長大後變了一個人 他疑似不滿父親長期喝醉酒 對媽媽家暴最後離開家 甚至要求父親下櫃道歉被拒絕 姐姐還罵自己太太 沒有這個弟弟讓他憤而縱火 你老婆現在怎麼 總好 我開回來 她有打過嗎 我開回來 我開回來 被兒子控訴家暴 縱火犯父親不願再多說什麼 而這期的縱火案手法 應該是參考電影 電影小丑有反社會人格 縱火犯曾經搭過八家將 模仿外型化小丑臉帶紅色假髮 超妝犯案 電影重案組成龍誓言警察 破獲負傷 綁架案 拿下金馬影帝 縱火犯根據電影情節 犯案前勘查地形 犯案後變換地點躲藏 看電影學縱火 她就是喜歡在作案的時候 然後模仿小丑 放火的時候帶的 打扮成小丑 模仿成龍驚匪動作片 縱火燒父親 卻是害得阿公重傷住院 誇張犯案裝扮讓人不寒而栗 記者賴關章王書宏 台南報導 令人不寒可 臨時 must� 很多 記 收納